各位早晨,早會開始了 昨天早點之一就是美國聯儲局議席 會議當中可以說跟市場預期差不多 首先就是維持利率不變 在買債規模方面也維持每個月購買買債 規模是在美元1200億的水平 聯儲局主席鮑威爾也有提及過幾個情況 通脹繼續上升 經濟層面方面也有改善 他強調兩方面 今年不會達到加息門檻 而且也不需要在今年提及後 什麼時候會縮減買債規模 這些言論 所以看到最初S&P是破頂的 但最後三大指數也有沽壓 道指跌了164點 33820 S&P是未跌三點 納指方面是跌了39點 如果看看場外期貨 今天有上升 大概升100點左右 29,100 就是場外期貨的水平 好,今天就開啟了幾個主題 其實是比較多業績公佈的 但之後就結合給大家 到時再說哪些會比較好 好,今天的agenda就在這裡了 繼續重申 北水方面 這裡就圈住了 4月和5月 今天開始停北水了 停到什麼時候呢? 就停到下星期三 所以成交就開始縮 這個情況也會繼續顯著 以及看到成交會縮 以及指數方面應該都會比較狹窄地上落 短視方向就不會太明顯了 昨天北水也看到情況 因為金額比較小 還有流入的股份方面 有些就很少上榜也上榜 昨天北水就只流入8億 真的比較少 對象方面 昨天公佈業績的港交所 待會也會說 流入比較多 有約6.6億錢就流入 任命生物2269 也有5.5億錢就是流入 順雨 約2.6億錢 安達也有2.4億錢 剛才說了 有些公司比較少上榜 當中就包括心動公司 2400 昨天流入的錢是1.8億 感恩深值1951 昨天也有1.7億錢 至於其他 大家之前也有見過 例如美團 那樣 1.5億錢 中國電訊就上榜 1.9億錢 就是流入的 流走方面 有騰訊 小米 和中國移動 騰訊方面 4.8億錢 小米 比較多 約7億錢 流走 昨天也有沽壓 因為大家擔心 印度方面的業務 始終疫症比較嚴重 會不會影響到它在那裡 業務的情況 在香港市場就有憂慮 昨天北水也不太有信心 至於中國移動 昨天也有2.4億錢 就是流走的 大家要留意 之後再開回北水 看看他們流入的對象是什麼 好 接著就落行之走勢 其實是維持之前的看法 那 關鍵來說就是 去回 保力加通道的周線中族 經常都用中族跟大家說 28,600 我們要齊頭一點 28,500 這些位置就不要失手 因為失手的形態上 日線和周線都是辱算的 所以 維持之前 幾次組會的說法 28,500 28,600 這些心理關口 或者重要關口 行之就不要失手了 其實這裡也顯示了給大家看 就是列舉近期 很多企業 大股東也好 或者自己企業出來 配股也好 是一些消息在這裡 這裡就列舉了給大家 但其實這裡說的是經常4月而已 所以你看到 其實情況是比較多 從騰訊美團 以至到近期的若名 或者是比較小的公司 可能歷徑科的星期二也有說到 其實都會有些 但股東減持和配股的消息 其實這裡看看 減持和配股的金額加起來 其實都要求 有2000億左右 因為美團除了有配股之外 因為它之前都發了CB 所以加起來也有很多錢 剛才也說了 其實近期成交縮 北水新年過後 流入港股的情況都少了 會影響市況 所以下網 支持位是28,500 28,600 但上網短線來說 其實不敢這麼激 希望消化了這一輪的減持 配股消息之後 希望五月的情況好些 但其實大家傳統上都知道 五窮六絕 希望今年不會發生 或者下次會說一下業績 以及當中有沒有企業 還可以留意 我們的取態方面 未必是市場一起大升 可能選股方面會比較好 待會也會有個別公司去說 第一間公司會說一下 就是昨天北水流入得最多的港交所 昨天中共公佈了業績 這裡是一些業績表現 其實業績表現 你問我 就叫做 比預期好 但當然昨天業績公佈後就下跌 原因 收入和季度的盈利方面 全部都是 record high 全部都是創新高 而上升的幅度 按年都很明顯 收入按年上升差不多五成 這裡就是季度的盈利 也超過七成 下面有一幅圖 這裡就說回季度的形式 去說一些成交 或者一些收益是怎樣 你看到 左方面 這是今年的第一季 全部都是 比起之前來說 多數普遍都是有上升的 這裡列舉兩個利好因素 每天的成交 在第一季方面 日均是超過2200億 還有IPO方面 其實都比較多 今年起首季 其實都有31間公司來香港上市 集資金額是超過1300億 但是為什麼昨天都下跌呢? 最主要的原因 我覺得有兩個原因 我們可以先看看這幅圖 就是一個valuations 這個就是港交所 今年的PE 而下面就有其他的交易所 作為一個比較 如果你看看港交所現在 現在超過40倍的PE 其實只不過是低於 杜拜 這個公司的PE 而其他方面 其實都是大概20-30倍左右 所以其實它的 premium 都真的很多 但是第二方面是什麼呢? 我想港交所最主要就是看幾件事 成交金額 北水其實都有影響 IPO 以及一個衍生工具 之後的收入會不會繼續向上? 首先這幅圖 也有說到 首季 日光成交金額都去到2240多億 但是如果大家有留意 整個四月的平均成交金額 其實已經縮了很多 我猜你平均是1600或1700億左右 其實昨天更少 所以你會看到 在成交金方面 有機會之後會下跌 這也會影響到港交所之後的表現 北水其實很明顯下跌 因為如果看回首季 北水流入每一天大概608億 所以佔了整個成交金額就是2成7 但其實最近如果看回四月來說 其實北水的活躍程度 參與程度其實是少了 而且佔整體的turnover也是少了 那是什麼意思呢? 他們沒有那麼想玩 或者是比較難找焦點 成交就縮了 所以也有關係 所以就令到大家開始猜 或者市場、分析員 去猜第二、第三季 港交所的表現 可能也會先縮一縮 第三就是IPO 始終去年是挺誇張的 去年如果看回香港IPO市場來說 就是衛列全球第二 今年首季也有個不錯的成績 剛才也說了 集資金額不差 岸年升很多 而衛列全球也第三 但其實去年全年 叫做去年全年 有160多間公司上市 今年還有沒有那麼多呢? 或者集資規模還有沒有像去年那麼大呢? 市場開始有些憂慮 雖然還有一些IPO 就是局勢也存在 但如果跟去年相比 可能就會持平或者低一點 所以這裡也會影響到 港交所另一個收入來源 另外一件事也要留意 其實港股的波動性 都會影響到 首先就是成交 第二就是衍生工具的一些成交額 近期來說都很明顯 港股的波動性比較小 尤其是四月 每一天的行指的波幅 都會影響到衍生工具相關的收益 所以如果綜合了幾個因素 港交所未來都會預計到一些挑戰 所以這裡會不會第一季已經是最好的時間過去了呢? 其實市場開始會有一個擔心 再加上這幅圖也告訴大家 P.E. 其實大家都還在給他一份 差不多四十倍 所以 容易會有壓力 所以 港交所這裡就給大家一幅圖 這是日線和月線 很漂亮的 因為始終他們在周線 即保力加通道的中軸流上 其實形態是不錯的 但如果你說這一刻你叫我去看的話 我自己就不算是 對它來說沒有那麼有信心 還有剛剛也看到 有些公司,例如Mormora 也有減了target price 所以大家要留意 好,數到後面 就是一個 電訊公司的一些業績比較 這裡列舉了三間 三大電訊公司 中國移動 電訊和聯通 他們的首季業績的表現 三間都公佈了 所以這裡可以給大家作為一個比較 這裡就用了收入 IBITDA 營利 ABU 以及5G的用戶量 就是作為一個比較 如果真的三者作為比較的話 當然我們看看收入的上升 順利的上升 ABU的表現 以及5G的情況 究竟誰會比較好 這裡真的去看看 今次業績的表現 似乎中國聯通的表現是不差的 因為你看到 整體的收入和順利方面 上升其實是不差的 還有ABU的增長也比較多 5G用戶相對上小 意思就是說 如果之後真的要搶佔市場的話 它有機會 低基數效應底下 其實它的增長的潛力會比較好 第二 我會比較喜歡 中國電信 原因就是 順利表現其實都是不差的 都有雙位數字 MABU也會繼續增長 也會慢慢去追貼中國移動的表現 還有5G用戶方面 其實用戶數量的增長也不差 還有其實中國電信也有兩個方向 都是比較理想的 第一就是它會發行A股上市計劃 這裏對於它之後的股值也有提升作用 第二 其實它的未來策略 其實都是踏入5G的年代 但其實每間公司的發展佈局就會比較重要 集團其實在之後 也會全面推進一個叫做 雲改數轉的策略 因為它也會比較集中在一個雲端的業務 所以其實除了5G個體戶之後 其實它之後針對的對象 都會以商戶、Corpic為主 這裡我覺得它有機會會改善到它整體的利潤 所以這兩個方向 A股上市和雲改數轉這個策略 對於中國電信是有利的 先看看他們的股價表現 比較難看一點 但我口頭上講一講 三間公司作為比較 白色線就是電信 紅色線就是中國移動 藍色線就是聯通 如果你說這三間公司要選擇的話 進取的選擇728 原因就是剛才提到 兩大利好因素 令到它短線的 或者未來多貴的業績表現 會不差 還有股值 上這股有提升的空間 如果選擇落後的 就會選擇聯通 因為這是相對的表現 其實它是很落後的 去到這些水平的話 不排除它的下跌空間有限 所以它相對上 我覺得它的股值 或者股價表現 可以是最落後的 大家看看它的看法如何 最後想說五一黃金周 始終都 剛才也說了 北水其實是停的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有五一勞動節假期 由5月1日至5月5日 不是香港,是內地 當中其實有很多理好因素 這裡也列舉了幾個出來 第一就是說 旅遊人次估計 就是有兩億至三億 這也是市場的一個估計 飄放也是破了一些位置 還有一個黃金周的在線訂房方面 其實也是不差的 因為這裡其實也挺誇張的 在一個 因為如果看回 尤其是出遊的人數 預計是否有兩億人次會出遊 之前其實在四月也有個假期 三天就是清明 清明的時候連一些國內的年假 出外的人數 大概是一億人次 所以其實今次五天 其實會有一個雙倍 大家都會覺得是挺誇張的 還有如果看回一些數據顯示 旅遊網站 去哪兒的數據顯示 今年五日黃金周 整體訂機票的數目 已經比2019年多 為什麼用2019呢? 那時候還沒有疫症 所以如果這樣作為比較 原來已經大幅高了 甚至乎比起上年有疫症 當然以倍數去計算 但原來是多了25倍 還有很多機票 除了量增加這麼多之外 其實價格也有上升 所以似乎表現是挺厲害的 至於票房方面 也預計不差 其實五千億也不算更新 因為去到26日 其實幾天之前 新影預售的票房 已經去到六千萬人民幣 還有之後 去到4月30日 即明天 其實有十部新片 會上映 所以到時也有機會 起五一黃金周 再刺激一些電影票房 繼續下 澳門 其實有些人稱為澳門 在黃金周來說 是一個客馬 原因就是如果真的看回很多內地 或者剛才我們說到去哪兒的數據顯示 其實澳門現時是一個安全出境遊的目的地之一 所以澳門的疫情 始終澳門的疫情受控 也相對上近 所以似乎內地的旅客對於澳門來說 都有信心的一票 還有 無論是說 其實也挺誇張的 因為 起五一檔期 頭幾天 差不多有六七間酒店 頭幾天已經爆滿了 還有加價方面 對於新年的時候的旺季 已經加了差不多八成一倍 所以似乎都挺厲害的 當中有些酒店 甚至乎過完五一假期 即到五月六日才有房訂 香港就算了 這個原因是 始終房港旅客 都沒有一個明顯的增加 所以對於香港的零售 都沒有什麼特別期望 這裡就快說 他們的一些相關企業 有哪些會受惠 或者是哪些企業會比較好 說回出郵的話 始終內地來說 出郵的話 你都會去一些平台去訂 相關的一些機票 酒店 或者是一些火車等等 所以今天帶來兩間公司 葵程和同程 魏龍780 如果真的看回這兩間公司 我相信 葵程的表現會更好 原因就是 現時葵程的預定 已經到疫情前 差不多是九成 預計整體經濟 如果真的維持回復甦 其實它的下半年的增長 應該不差 業績應該也會有明顯的改善 還有 如果大家看回股價表現 之前上市268元 其實現階段也破了高位 預計之後的股價表現 不排除都是繼續向上 原因就是 始終它在全球 在線旅遊行業 已經連續三年排第一 未來來說 始終是一個龍頭位置 之後收入規模 以及盈利方面 應該也會有保證 所以可以繼續持有 之前有些大行對它的目標價 都很激烈 到360元這些位置 電影方面 可以留意兩間公司 IMAX 和貓眼娛樂 澳門方面 剛才也說了 有整體的訂房 或者表現 其實也有改善 大家可以留意880 以及27 要留意 其實很多都有說到 在中場 在黃金周的表現 有機會去到疫情前的大概七成左右 VIP就一般 但如果是有改善 相對上這兩間公司會比較受惠 另外,訪港旅客 為什麼會放在這裡呢? 當然現時來說 香港的訪港旅客 不會有明顯的突破 但是 在5月中 其實會有來港議 正式落實 到時候內地人來香港 便免除了14天的隔離措施 所以這裡 其實在未來5月而已 都很快來的了 到時候可能內地遊客 內地旅客 如果來香港消費的話 就會有更多 表現 可能會比較好 這裡列舉了幾間公司 如果穩固一點 九龍倉治 會是最首選 原因是 始終集團 比較多的租金收入 其實就是來自 我們看著近期的童貨的表現 外國方面 例如LVMH 或者Curring 表現都比較好 如果有5成多 是來自高端的消費品牌的話 我相信 他之後的表現 如果真的來港議 正式落成的話 對於他的表現 會更好 所以 如果真的想看高端的 或者看香港零售 那 九龍倉治業 就會首選 其他這裡也有列舉幾間 給大家 好 今天的時間 就差不多了 以上提及的公司 就有7-200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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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